老杨到处说 新一轮的台海危机的氛围 正在迅速的升腾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迹象 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 铺天盖地的短视频 一夜之间集中到了 微博微信到处的转发 甚至翻墙到脸书 到推特上去 集中在台湾海峡 各种各样的挥师东京的路线图 各种各样的战场示意图 各种各样的攻台时间表 甚至具体到几分几秒 什么时候干什么 也有人开始发布战犯的名单 有人开始考虑到台湾买房子 哪里便宜一点 有人开始考虑到台湾开发房地产 搞战后重建的工程 几年前频繁出现在微博微信上的军列 载着装甲车坦克 开往福建前线的视频再度出现 各种各样的军事专家滑满地铺满 各种各样的攻台方案旋重而至 至少在纸面上在平台上台湾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甚至看到连台湾民众高级五星红级上街游行航统一的画面也都有了 包括最近商务部讲的要买买什么菜啊大白菜啊买这个要那个要 大家觉得公排时间就到了 好了第二点 网络所见 给我一个感觉就一片轻浮浮躁的声音 一片贬笛轻敌的声音 溢于眼表 民族主义的情绪获得了空前的宣泄 民粹主义的滥伤可能对北京的高层造成了一种未必是正常和健康的倒闭 我说这个现象 前几次的台海危机没有发生过 第三 呼啦啦的满地冒出了很多的军事专家 这里写了一篇相对比较客气的分析文章 但我认为它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 感觉就好像某其中披着大衣 含着泪 眼望中南海方向那个感觉 为国担心呢 目前的各种 他说目前的各种复杂形式下估计还打不起来 但是要吹风 已经准备好时刻可以打 这真打的时候大家就不觉得突然了 所以呢如何打考验政治家的智慧和决心 很有意思 打的方式有三种选项 第一 大规模登跨海登陆 结果一国一制 第二 外围撤缓内部起义加斩首 一国两制 第三 围堵破墙 一国两制 都想好了 这位仁兄又继续的分析 第一 代价太大 要各种充分的准备 以预防各种不一样的风险 同时要面对各种国际不利因素的最坏预案 那考虑很细 第二 他认为工作在展开 台湾的军队近80%不愿意开战 他的地域没有战略防御的空间 这种拟用外合突然军变 适合国情 对外也好交代 相对成本低 最终结果是因为加设 外部很难找到借口 予以干涉 就是台湾自己先搞定 台湾自己能搞定 干嘛还要跟你统一呢 第三 因为封锁引起的岛内的民变民反 那国民党已经有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呢 战机跟军舰 代替在外围常态的巡航 把平均战略围而不倒的模式 加上香港模式 整合成一种新的模式 看谁来淌这个浑水 迫使其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这叫做而论道 谈笑用兵 这是第二方案 这是第三方案 这位仁兄认为 以国家的名义 保卫国土的主权 就好像去钓鱼岛 常态巡航一样 以不武统 武统 出师有名 则大业可成 好厉害 这个最高统帅部 未必有时间 在考虑那么细 军科院的沙盘演练 未必能做到这么细的东西 也许他们还有另外一套打法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以此同时 反战的声音 也开始出现 我又收到了一份帖子 据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问题专家 这包括一些政协的委员 民主党派的人士 叫民进和民建中央 拉拉扎扎 他们指出几点 我也把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第一点 和平处理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问题 和高度站得很高 紧接着要求两岸的领导人 包括蔡英文和习近平 要以高度的政治智慧 和民族责任感来对待 历史上的国共之争 同一个民族的中国民众的 血刃相见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间的苦难 毛泽东蒋介石为了独争天下内战 让老百姓生灵涂炭 都已经成为历史的罪人 邓小平以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 显示了第二代领导 集体的高度的政治智慧 和历史的韧感 肯定的讲政治 有高度 第二 这个有意思 台湾的国号能是中国 但是它叫中华民国 在法理上拥有对外蒙古 海参外东 江东 六十四屯等多地 近三百万平方公里 领土的主张权力 如果内斗 中国将失去对这些领土的 主张和权益 这个呢有点脱离实际 外蒙古已经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海参外东江那几百公里的 平方公里的土地 已经被江泽民永久割给俄罗斯了 所以这个呢就看到这有点杜撰 但是有一点大中国的感觉 第三 台湾的蒋经国之后 逐步进入以国际接轨的文明主社会 叫多党制民主选举 教育医疗科技养生 养老等民生 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人均收入三万美元以上 人民安居乐业 应该要放弃解放的理由 他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没有解放的前提 这是他的道理 第四 两岸在战 必将大伤中华民族之元气 同一个种族的内战 将在国际上丢尽脸面 并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对战争发起者追究 反人类罪 战争罪 种族 灭绝罪 等等的罪行 这又是另外一个理由 第五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 进行内战 是以历史背道而驰的 违背了两岸和平人士 达成了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 希望全国各阶层各民族 一起来反对内战 这几点呢 有点拉拉扎扎 有点唱高调 但是呢 有一点的最重要的中心是 讲究不要打仗 要反战 有些理由是充分的 有些理由是不充分的 但是多多少少在一片喊打喊杀过程中 极少的反战的声音 就把它挑出来 供大家参考 两岸再战 一大伤中华民族的元气 这一点呢 我是同意的 但是逼到最后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想 蔡英文怎么想 我们不懂 但是呢 有反战 有主战的声音又开始出现 在前几年 也是很少见 好了 北京的对台政策的决策当局 好像 除了七一讲话 习近平的态度之外 至今没有太多坚定立场的意见表达 可能忙不过来 大家整天忙着外交政策 杨洁篪啊 王毅啊 他们都忙 现在的对台办主任 虽然是外交部派 他也不敢胡说八道 所以呢 官方的言论没有说 没有改弦 跟张 对台政策 但是民间社会已经沸沸扬扬 开水好像已经煮开了 等你下锅 可能还没有下锅 声米已经煮成了熟患 主战的声音 来自民间 来自网络 声音是越来越响 越来越大 反战的声音 假借是社科院台湾所 但我觉得他一讲到社科院台湾所 我就对此很怀疑 现在厦门大学的台湾所 也有开始出现了另外一种主战的声音 跟以往都不太一样 主战 一片喊打喊杀声音 成为主旋律 我对这一类的反战声音的出处 究竟是不是出于社科院台湾所的研究人员 或者是民主党派 我持怀疑的态度 假借民意表达反战声音 当然这另当别论 但是反战的声音 如果只能假借民意脱尾发声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 正常的舆论现象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要小心 老杨开始 如此 很